10月17日晚,海南首家以AI技术卖瓜的甜瓜专卖店正式开业。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名为AI瓜店的甜瓜专卖店与传统的水果店不同,店内整体科技感十足,酷似一家数码用品专卖店。 走进店里,只见掌柜上整齐摆放着几排黄白色的甜瓜,每个瓜背后都有块牌子,这些牌子一一标注了瓜的甜度等级, 从半熟瓜到九分甜,顾客一目了然。 同时,顾客还可以在店员的指导下用手机小程序刮脸识别对瓜拍个照,几秒后便可以鉴别出瓜的甜度。 若想证实是否准确,店内的切瓜师还会当场切下几块来让顾客品尝。 其实店里刚刚不是7乘5嘛,但是如果自己扫的话,不是扫9乘5出来的话,是要比那个店里原本的要甜的。 其实这个测的应该就是特别准确,就是说是几尘就一定会比7乘的要熟,要甜一点。 我觉得很新颖啊,不管我想不想吃,我就想开一个看准准确率好不好。 那你测了以后有没有想买的? 测了应该是有想买的,因为觉得我就想知道你确定有没有那么像你说的9分熟甜不甜。 如果熟了的情况下就哦,挺准的,如果不熟的情况下当场退给你。 据了解,该AI刮店的创意来自于85后小伙江林波。 他告诉记者,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刮脸识别这个手机小程序。 通过了解得知,该小程序学习了5000多张填刮不同成熟度的图片样本数据。 加上相关的AI算法,图像识别等功能,使其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 他也希望能通过该技术给顾客带来更好的购买体验。 因为我也是学农业这一款,然后平时我们买刮的话,在外面你很难就是通过眼睛发现这个刮的成熟度。 后来偶然有一次我就发现了有一个这个刮脸识别这个程序, 就是它应该是用一种大数据的算法,然后来判断我们这个刮的成熟度。 你是否就开了一个这个店,就想就是说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引入到我们农业上来, 同时引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同时就是搞一个这个店呢, 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地毯买刮或者这种专卖店买刮来一种不一样的这种体验感。 蒋林波还表示,目前刮店的产品比较单一, 希望未来该技术能应用到更多的水果乃至农产品上面, 让更多有需求的顾客吃到放心安心的刮过蔬菜。